一直有一种观点说 为什么经常说美国不好却不回到中国 我今天呢来回答一下 第一呢我们每个人都在适合自己的地方工作和生活 但不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没有完美的地方 我在美国生活说美国有不足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你不是也在整天说你自己所住的小区不好单位不好吗 第二呢我也并没有只说美国不好啊 美国好的方面我也一直在介绍给大家 我介绍美国是为了让大家更了解美国 而不是刻意的拔糕或者是抹黑美国 第三我的责任就是向中国介绍美国 向美国介绍中国 促进两国的相互理解加深沟通和交流 促进合作 目前我所在的位置是最能满足我的要求的 第四如果我讲了这些你还是理解不了 那么我想说的是我住在哪里管你屁事 我们在这这些人中有点大事